明镜新闻台全新打造六度头条 Six to the News 世界大事新闻全包 近在六度头条 Six to the News The yeas and nays The yeas and nays are requested Those favoring a vote by the yeas and nays will rise A sufficient number having risen The yeas and nays are ordered Members will record their votes by electronic device This will be a 15 minute vote 所以现在要进行15分钟的投票 呃就像您刚刚说的 这个是要来记名的 所以刚才一开始的时候 是以这个唱名的方式 这是关于投票的 这是第一个 第一个条款 这第一个条款呢 就是指控川普试图要求 乌克兰抹黑竞选对手 拜登违背总统誓言 这个是中间党派的就是 独立独立党派的这位也投了赞成票 可能是 这是什么法案 这是article one 就是川普他们现在弹劾他 在众会有两个法案 一个呢就是指控川普试图 要求乌克兰抹黑竞争对手 拜登违背总统的誓言 这是第一个 这是article one 所以现在是进行15分钟的投票 刚才一开始的时候 是以唱名的方式 那原本是 就是 投 投这个赞成的票 应该是很明显的多数 但是呢 这个被要求要来记名 所以现在是以电子投票的方式 在画面上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耶 现在是122 我们看到这个 民主党这边有一个nail 就是有一个人是投反对票 来猜是不是这个 来猜是不是 我们今天 在猜测的这一名 Jib Jib 范德鲁 Jib Jib 有可能是他 Republican呢 基本上是没有一个人投赞成的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个画面上的时间 是 还有大概 差不多13分钟时间 我想这个 呃 等时间结束之后呢 会来进行 Article 2 就是第二个的表决 那第二个表决 我相信也是要来进行15分钟的电子机票 所以距离川普正式在 就会 被正式弹劾 进入下一个参议院的阶段呢 我们现在大概还是有差不多半个小时的时间 对 那就颜色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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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现在是150票赞成 151票赞成 92票反对 如果过了200 应该是过了210票 就应该是 那今天上午的这个投票呢 是228比197 通过辩论的规则 目前看来 目前已经投了200 阶级260票 还有174票 还有10分钟时间 投票结束 我想这个现场的议员们 他们应该是十分的疲累 大家就是以这个时间 来这个8个小时了 对他们今天原本是说6个小时 但是最后是到了8个小时 美国人其实都知道今天的结果 或者是绝大多数人都有一个预期 是我想这个今天结果应该 其实不会有什么意外 现在共和党已经有一位反对票 有一仗 民主党有一仗 共和党现在全部是 全部是投反对票 对 共和党是431票 民主党有两票投了反对票 你猜是不是这个 这个这个我们一开始说的 像是民主党的 Colins 对 谁到哪去了 Colin Peterson 还有Jeff and Drew 也都是在预料之中 对如果有3票的话 那就 就会出现什么新问题吗 就会 所以我相信就会比较多讨论 216票就可以 现在民主党还需要32张 31张票就可以确定 这次第一阶段投票成功 现在还需要30张票 民主党现在手里还有45张票 民主党现在还需要28张票 27张 刚才有一个共和党的显示译片 我可能记错了 现在民主党还需要27张票 民主党现在手中还有43张票 很好 13张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民主党的投票积极性很高 现在有207张票 共和党有141张票 208张票对145票 还有78票为投出 共和党还有53张票没有投出来 209票对146票 民主党里取得弹劾成功还需要8票 6票 6票也需要6票 这是一个历史时刻 起今维持并没有一任总统得到成功弹劾成功 但是这对川普来讲也是一个重大的打击 这对川普来讲也是一个重大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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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票的投票 投票的后续现在还有64张票为投 似乎参与员们 众议员们目前还有63张票为投 那么还有一些人到现在也没有投下他自己的票 时间还剩1分35秒 327秒26秒 那么目前赞成弹劾的有214票 对反对的158票相差的幅度很大 还有一分钟的时间进行最后的投票 赞成弹劾215票 对反对160票 其中有两票反对票来自于民主党的阵营 无党籍人士投下了赞成弹劾川普总统的一票 这位无党籍人士过去是共和党的议员 对他就是刚才 这个 这个谁啊 Collins他在做他最后的讲话的时候就说 不是Collins 这个Hoyer就是 多数党的主席 他在最后做讲话的时候就说 把他拿出来做个例子 就说因为他实在是看不惯川普总统的行为 所以他宁愿退出共和党 他也要保持他自己价值 是的川普总统上台之后呢 到现在为止 可以说长期的在斗争当中的不断的成长和壮大 那么我们也看到了川普总统的竞选委员会的当时帮助他竞选的以及他的前私人律师等等 都已经悉数被送进了监狱 很多呢都与他大选期间的一些事情呢 有直接的关系 通过 221票赞成已经完全通过 可以说对于川普总统的弹劾的第一个阶段已经在众议院获得取得胜利 那么将会马上将会投第二龙的选票是第二龙的弹劾的票是关于 这个是关于他阻碍随后的调查 对阻碍众议院的调查 包括给证人一些证人当众议院发出司法委员会发出 要求的听证会时那么川普总统政府进行了阻挠 并且要求这些人不要去参与 这违反了美国的现行的三权分立的基本原则 共和党有27位众议院没有参与投票 对于川普总统的调查 马上应该进行第二笼 还有一个新情况 共和党也有一位众议员 投了赞成弹劾票 不知道这位众议员 共和党的众议员是谁 目前也不太清楚 一会儿会公布名单吗 这个一定会被找出来的 只是我想我们可能 目前现在没有数据和很不清楚 这位众议员是最后一位众议员是最后一位众议员的 现在最后的统计结果是 以228票赞成弹劾 182票反对 其中赞成的是民主党226票 共和党有一票表示赞成弹劾总统川普 以及一位无党籍人士 总共228票 反对弹劾川普的有两张票是来自于 民主党181张票来自于共和党总数是183张票 目前没有统计结果或者是未投票的有19票 其中民主党有4票未投 共和党有15票未投 总体制纽票 统计数据又发现生了一些新的变化 那就是 共和党的一位议员 投票支持的这个票 又被从计算机上拿掉 是我就想这个 谁啊到底 对 看待会会不会再有改变 如果有的话 这的确是 让今天的这个 这个投票是更有可看性 是是 的确非常有意思 不然都是这个是预测当中的 的确非常有意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计票人员或者计票的机器或者等等出现有什么样的问题 应该是可以申诉的 应该是可以这样去申诉的 因为大家看到画面呢 就是议员们投完票之后都在那都在那聊天 说事儿 刚才呢都是激辛澎湃 但是这会儿呢大家也都很放松 因为这就是政治归政治生活归生活 事情一码归一码 有一位共和民主党的议员 弃投了弃权票 目前统计数据是这样 会不会再有新的一些更改呢 我们到最后的结果再确定 但是有一个结果已经是明晰的 那就是川普总统的弹劾案当中的 关于通入门方面 以及其他方面的一些呢 是已经被确认 那么第二个关于川普总统 是否违反了 关于三权分立方面 以及不配合众议院的调查方面 是否违反了法律 一会儿还会进行第二次投票 今天只有两个投票对吧 对 还没有 众议院的投票结束之后呢 确认了川普 比如说有几项罪名 那么就投几次票 现在呢 目前呢 是两项的众议院的民主党人 认为的罪名 因此呢 就会投两笼票 第一笼呢 已经获得成功 第二笼呢 第二项罪名呢 是否通过 那么我们还有待与投票的结果 之后呢 那么就会将 美国的众议院所起草的 这个弹劾案呢 会递交到参院 会众议院呢 会专门安排一位经理人呢 专门去负责 向参院进行递送 成送之后呢 参院获得这个呢 然后就会安排去时间呢 进行辩论 以及会不会有听证呢 也是非常有可能的 如果再进行一次听证会 或者是根据具体的一些 证言证词和证据呢 会进行一些新的 一些讨论或者探讨 那么最终呢 将会在参议院进行投票 而参议院的投票呢 如果想弹劾成功呢 将参议院有100位议员所组成 那么就必须有67票赞成 弹劾才能够将川普总统呢 弹劾成功 在美国的历史上 在美国的历史上 我们知道有以前有两位总统呢 弹劾呢 遭到弹劾 但是成功的总统呢 却是弹劾成功的呢 就是一位都没有 现在有众议院的佩洛西 议长 纳西 佩洛西 来宣布 那么第一个事情呢 是通过了 又进行了唱票行动 可是大家呢 反对的声音和支持的声音 这是一个程序 这位佩洛西议长呢 是在80年代末期 也就是89年之后 在天安门 发生了天安门的大屠杀之后呢 前往了北京 并且在天安门 拉起了横幅 去纪念这些死去的人们 那么因此呢 他也是长期呢 中共对他的持不欢迎态度 并且他在中国的人权 特别是向西藏的达赖喇嘛 中者等等的一些少数民族事务上 发挥了他非常大的一些作用 那么他现在是众议院的 众议院的地长 目前的投票已经开始 122票 但是在第二龙 关于川普总统反对 是否违反了 三权分立的这个法案当中呢 就有了三名 民主党的议员投下了反对票 那么刚才呢 我们看到呢 是民主党的两位议员 投下了反对票 但是这一次只有三位 那么我们看到的 这位独立的议员呢 依旧投下了赞成票 这位独立议员呢 之前是共和党的议员的身份 但是他之后呢 说他受不了川普总统 那么他更愿意呢 按照自己的价值观 与投下这一票 因此他脱离了共和党 成为了一位独立人士 那么目前看来呢 已经有185票86票 186票赞成130票反对 那么基本上目前看来 并没有太大的悬念 这有几分钟的选票投票时间 那还有两分三十秒 也不知道共和民主党的三位反对的议员 是什么样的身份 是否包含了前两天在新泽西 反水的这位民主党的这位民主党议员呢 在他表示支持川普总统 并且反对弹劾之后呢 他的自己办公室自己的几位雇员呢 集体辞职 七名内他的工作人员当中 已经有六名呢 离他而去 并且发表了 对他的严厉的批评 目前199票赞成 134票反对 和刚才的情形 非常之相似 那么明知道 需要217张票 就可以确定第二笼的通过 因为在众议院是简单多数就可以 在参议院 最必须需要三分之二 因为参议院是最终的决定区 参议院的组成呢 大概是每个州有两个议员 众议院呢 根据人口 根据区域不同呢 是指的参议院的人数不同 现在有支持票有209票 可以说这是一个很关键的时刻 是这个article2呢 他的这个表决时间 短很多 刚才只有五分钟 对刚刚article115分钟 然后加计票加 下来加去差不多25分钟 因为当时呢 有很多人是坐着的 现在大家都在前排 所以投票的时间可能变得更短了一些 这个应该是在之前的投票规矩里边 也是定好 这我就不是非常的清楚 我以为他们每个人是 用电子方式投票是不是 我以为他们可以在自己的位置上面 哈哈哈哈 我们看到现在呢 这个接近 是不是可以通过article2的这个票数呢 是非常非常接近 我现在已经到了211票 我们现在画面上看到是210票 但这次跟上次有点变化 共和党有三票反 反对打合一票是弃权的 而上一次弃权和上一次是一样 我们来看这个第二个指控呢 就是他阻碍随后的调查 嗯 就obstructing congress 他就是以他滥用权限来干涉 国会的调查 在这方面呢 在这方面呢 的确就有三名的民主党议员是投下了反对票 一人弃权 所以在 第一个指控 在这个川普要求乌克兰抹黑竞争 竞选对手拜登这方面呢 我们是有两个的反对票 那今天 在第二个的指控 随后阻碍调查的这边呢 其实有四对 四票 民主党的这个票是不赞成的 这四个人是谁 我相信晚一点之后呢 我们也可以找出 这几名议员 那我相信他们的选区呢 相信 应该是非常紫的 就是想之前 有蓝和紫之间相 蓝的话就是 民主党的那个票仓嘛 然后红的话就是 共和党的票仓嘛 所以蓝跟紫混在里就是紫的 蓝跟红 对 这个是我这个去年去 性发明的 没有 我去年去报导 美国中期选的时候呢 才知道有这样子的一个名词 就是很多的州 他们说是 有人说是Red State 有的是Blue State 就是蓝色的州 红色的州 有些州是紫色的州 就表示说他们是很摇摆的 嗯 也就是摇摆州 对 目前已经可以说获得胜利了 因为有一票是弃权票 因此216张票 已经确定了 这个第二档次的通过 有一位网友说 有个问题 如果川普真的被弹劾成功 明年的选举 共和党要另选候选人 不是会很仓促吗 如果假设真的投票被弹劾成功的话 那么在参议院弹劾成功的话呢 那的确 那么弹劾成功之后呢 会有现任的副总统彭斯 接任总统的职位 那么共和党的确需要有新的候选人 那么我相信彭斯总统一定是 一般情况下都是在任的总统 进行连选连任 当然他只能连任两届 最多八年的执政期 八年到期之后 他必须有其他的人员参选 而不能个人长期执政 有一位朋友说 说一点 这次比较热闹的花边新闻 这次比较热闹的 我觉得那个 这是我们前两天只在讨论的 这个民主党 这个翻水 翻水的这个 对对 Jetriven Drew 我觉得这是一个 非常有话题性的 他对于在他的选区 他以一个民主党人的身份 为了不要让他的选民生气 所以他决定要这个退党 然后进入共和党 结果他的这个所有团队 所有大家一起递出辞城 我觉得他真的是脸上无光 不过他的这个选区 过这24年都是共和党的选区 所以可以想象到 他对于弹劾川普这上面 他的确定是受到非常大的压力 有一位朋友说 明知道不能被通过 民主党不如静下心来 找一个好的候选人 把川普选下去 但是这就是美国的政治 民众有权利知道一些真相和内幕 虽然有很多人觉得 你可能是无法在参议院通过 但是甚至是在历史上没有成功的经验 没有成功的案例 那么为什么民主党这个时候 却要去弹劾一位如日中天的总统呢 那么很多人也是觉得好像是无用功 但是这就是美国的政治 这就是美国的民主的组成的一部分 是所以其实现在虽然我们现在看到在 这个众议院呢 现在还是十分的热闹 但是其实这两个article article 1 and 2 这两个弹劾川普的指控 这两项都已经通过了 第一条呢是以 有总共投 投这个同意的是230票 投反对的是197票 那第一个article投同意的呢 是有229名的民主党人 跟一个独立的这个议员 那投反对票的呢 是100总共197票 有两个民主党的议员是投了反对票 一个 是谁 对 那在这个共和党这边呢 就195票都是投反对的 那我们来看到第二个条款呢 现在目前呢 还正在这个开票当中 不过呢 投赞成的 我们现在画面上看到是223票 投反对的是175票 而共和党这边呢 就也是完全都没有赞成票 民主党这边反而有三票是反对 跟一票是弃权 呃 现在其实是还没有完全投完 不过 今天呢 我们这个重点 我们已经看到我们要的重点 那就是今天 川普总统 他的弹劾案 在众议院的这个表决 是已经通过了 是的 是的 那么川普总统将会成为 美国历史上 三位被弹劾的总统之一 尽管川普总统在昨天 已经发信给佩洛西 但是依旧 民主党坚定的反对了他 全球新闻大集合 6度.news 网页版APP任您选 六度新闻 一网打尽自由新闻精华 6度.news 六度新闻 6度.news 全球新闻大集合